种子植物跟刚前面讲到的仙胎跟蕨类不一样 它会产生种子 而这个种子有利于传播 而且可以抵抗比较干燥 还有温差比较大的环境 在环境适宜的时候 种子才会发芽长出一颗植株 所以种子植物比较可以适应干燥的陆地生活 种子植物有分两种 裸子跟被子 我们先来看一下比较 来看生殖器官 裸子植物 生殖器官是求果 这样写 被子植物是花 脂肪 裸子没有脂肪 被子植物有 果实 被子因为没有脂肪就没有果实 被子植物有 都有种子 花粉管都有 代表性的植物 待会我们会再介绍 这边有点黄脂肪 这边有点黄脂肪